被評依著太Casso 吳葉坤說會檢討 黃君興、蕭靖南、曹永烈、吳葉坤等等 昨晚為劇集《超時空男神》宣傳 跟一班小朋友玩遊戲 劇集收視越來越好 問幾位主角會怎樣慶祝 蕭靖南建議黃君興和阿廉再嘴過 不過黃君興那一命 怕阿廉會有生命危險 佳因老公早前見到他們嘴嘴一摸 就馬上生氣到爆燥 竟然已經認得阿廉的樣子 另外同場的坤哥透露 現在的體重是176磅 目標是減到170磅 至於早前 他在節目《BigBigChannel》的打扮 並沒有問之太Casso 他就說 搞不清SmartCasso這個字眼 我都回到去看見 每個人都穿得比較漂亮 搞笑又搞笑 在想要Casso 網絡那個 大家就好像 然後 Smart的定義很難去定奪 對 人是Smart 然後衣服Casso就OK 不過很搞笑 臨出場的時候 在跟紅永成說話 你還不換衣服嗎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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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中箭 他只是說笑而已 但是很搞笑 大家都 但是 驚一試掌一致 下次就看看 會不會再 再努力去 改變 改善一下形象的指導